口子还给我出来了 最话不多说今天是什么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星星 大家好我是小星星的侄女 可以叫我芋头 对因为它的名字里面有个芋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是我向大家捐集的 以及我自己在网上发现的 宝藏小众零食清单 我们一个一个开箱吧 这盒子有点拉垮 第一个要试试零食就是肉松布丁 我看到这个名字有金了 什么叫肉松布丁 我们来看一下 有点黑暗呀 这个十块八毛十袋包油 我们来试试一下 它其实就是感觉是带肉松的这种辣条的形式 我们来尝一下呢 还不错 我喜欢 它的口感有点绵密 但是有辣条的那种韧道感觉 简单一句话总结 肉松辣条 这里面还有小芝麻不错 而且不是那种油爆爆的感觉 那我们今天就给这些开箱的零食 都打辣分好不好 好 我打不客心 我打三个星 下一个盲选 这个小小的吧 好 这个好像也是那种类型的 这个叫做独门拉斯爽 香辣味 净辣味 鸡汁味 酱香味 要不我们一个人吃香辣 一个人吃麻辣好不好 来 麻辣 那我来香辣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就是那种豆制品的 为什么这么香香辣辣的闻起来 有一股花生这样的味道 买10包送10包 冲着这个性价比 还有这香香辣辣的小味道 我给5分 我给4分 好 下一个 怎么感觉又是这种香香辣辣的小零食呢 哦 我知道这个了 这个是一个悠悠推荐给我的 它里面是这个鱼下巴 一个是香辣味 一个是净辣味 这个鱼下巴呢 是28块钱一斤 然后这里就是一斤 来尝尝呢 它这个写的是湖南客产 我觉得这个好香啊 这烧烤味 这个很香 这个就是鱼的下巴 我来尝尝 有点骨头 它这个就是带骨的 很香 我觉得我这个是有点 这种 这个有点炭烤风味 很像是吃烧烤 但是这个好像蛋白质含量挺高的 然后肉量不是很高 这个嚼起来很香 哇 哇哇哇哇哇哇 有点辣烤 开始了开始了在我口腔里面 哦 有辣味的 哇 这绝辣味 不能吃辣小伙伴 不要轻易尝试 好吗 但是味道是香辣的 你那个应该还好吧 没辣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 感觉在我口腔里面炸开辣味 这样变红了 哇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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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太甜辣了 不然人 真有你的 其实它是好吃的 就是它这个辣度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 这个呢 单纯是因为它的辣度在我心里扣了一份啊 它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 我给四番 我也是四番 好了 有请下一位 这种不算还要 当当当 这个就是长笛王蛋黄炸鸡卷 这个是江泽户的友谣推荐给我的 据说是他们江泽户地区 出了那个地方就买不到了 这个是420克23块钱 很大一包哎 这个很适合过年期间把它摆在家里的茶几上 上道了 下道小 大家都可以吃啊 这个就是蛋黄酥的那种味道吧 真的很像米老头 是吗 反正这期都绿色无广 咱也不拉踩谁啊 不拉踩谁啊 我们完全就是真正的个人评价 对 这个呢是偏黄一点的 然后我之前吃都是白白的 然后可以看到它这一头 它是有任务夹心的哈 我们来尝一下 那个前面 你看一下夹心吧 好 我先宣布 这个是我现在目前为止我吃到最喜欢的一款 它里面夹心就是蛋黄馅儿嘛 咸甜的口味 它外面这一层也有那种浓香的小调料 调料粉也是很足的 这我喜欢 这我给五分 我不用质疑 好不好 八分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米老头 如果喜欢吃米老头的话 一定会喜欢吃这个的 今天晚上第一次出现分纸的情况 来 下一个 这边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它们用香 素装的零食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辣子鸡是做什么 我买的是这个脆爽鱼皮 这个呢是500克14块6包油 很香 这个应该是我的菜 它是酥的 这好吃 而且芝麻真的很香 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十几块钱就一斤 而且还包油 反正我的话就会在形式里面 都买起来 跟室友哼着吃也刮 算了 我打五分 我打五分 侄女爱心提示 不要吃多太废嘴 哎呀 目前为止 除了刚刚那个蛋黄卷 咸甜咸甜的 我们吃的都是这种辣辣的东西 我还是有点期待能吃点不一样的 对 哦 这个怎样 这个是赠品 这个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这个奶酪微化 芝士味的 这个好吃 刚刚的狼 这个是手撕牛肉豆腐 一包香辣味 一包五香味 它这个每包有308克 里面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各20块钱一包 里面是这样子的包装 我还尝这个五香的 那我尝这个香辣的 它里面就是这样的 有点甜 有点甜吗 我尝尝我这个 我这香辣的 你妈 这不好吃啊 这味道是不是这样的 换个吃一下 不一样 但是大分小异吧 这个没有刚刚那个独门的好吃 而且它性价比更低 这个我不推荐 这个就有一分吧 好吧 这个我打一分 我两分吧 毕竟是真的有后腿热门 下一个 这个箱子都破了 这里面不知道装的啥 这个是卷心脆 这个也很便宜 它是10块钱包油 试一下吧 这有点鱿鱼味的感觉 它里面就是这样 好大一包哦 脆脆的 这个不错耶 它就是有鱿鱼味 你不觉得吗 它就是用很普实的零食 有点像那个咪咪虾条 但是口感不一样的 对 它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平凡而伟大 好好吃 这个五分 五分 五分 四分 下一个 感觉又是打批发的小零食 这个是续圆锅巴 然后呢 它这里面有各种的口味 有香辣味 麻辣味 孜然味 牛肉味呢 随便开一个吧 它里面是种很迷你的方块状的小锅巴 它可以 嗯 这个是19块钱一斤包油 其实现在比还好 比鱼皮还贵啊 嗯 那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好吃的 三分吧 我也有三分 你怎么还在吃这个鱼皮啊 鱼皮真的很好吃 诶 这个 有一点小胶贵 因为它里面 用了泡沫纸 这个是沃莱多勒饼干 它是迷迭香口味的 这个是泰国鱼脆片 一个是火辣味 一个是海苔味 这个迷迭香的饼干条呢 12块钱一包 这个鱼脆片是13块钱一包 我们先尝尝这个 好 它里面就是这样的饼干条 尝尝的 闻起来就是那种迷迭香植物的味道 有点像接近快干掉的迷迭香的 好吃吗 不好吃 我吃不来这个味道 我觉得还可以啊 我觉得 不习惯这个迷迭香的味道 正如吧 你喜欢迷迭香的话就可以了 又再吃鱼皮了 我觉得还可以了 我给三分吧 那我给一分吧 因为我不喜欢迷迭香 我来尝尝这个火辣味吧 好 给大家听听一下 好脆好脆 它里面就是这样的小酥片 特别特别的脆的感觉 它这个酥片很薄 有点冲的耶 刚入口的感觉 而且它脆的很心灵 嗯 感觉不会 不会容易腻 它虽然说它是火辣味 而且你嚼碗是咸咸的嘛 它上面还是有层糖 但是嘴里面真的会回味辣味 嗯 这个口味真的很泰国 跟我在泰国买的那些薯片啊 什么的都很类似 就有点火辣辣的 那种泰式的辣味 我喜欢耶 我也喜欢 这个我给五分 第二个五分 下一个 哦 终于有个甜味的东西了 这个是萌辉的草原鲜乳大饼 这个呢我有印象 它也是属于那种性价比很高的内卦 就像那种 哎呀学校里面发的早餐饼的感觉 这个印象呢是16块钱一斤 然后包油 这么多 我来尝一下 这里面有两片 哦三片 它里面是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孔 哇密孔密孔 紧急撤离 尝尝 嗯 嗯 没有想到那种甜蜜 对 它就是感觉 一分糖 但是这个味道 你就感觉很熟悉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种 比较便宜的饼干 还可以 就是很适合早餐 嗯 这个我给它四分 好吃 我也是四分 好啦今天最后最后最后的一个快递 座山的 香米脆酥饼 它呢这个是必须三连包一起买的 泰式香辣味 虾味和鸡肉味 我们来尝一个鸡肉味吧 据说是原味最好吃最好吃的一个口味 哦 它里面是这样子的 还蛮有旧的 但很轻 我觉得很轻 巨三盒的价格是42块8 来尝一下 它里面是这种 有点厚度的酥酥脆脆的这种脆片 上面是这种一面有肉松 一面是这种 没有肉松的 它长了一丝 感觉好像挺好吃的样子 很好吃我觉得 这个肉松还挺厚的 你拿来就吃起来锅巴味道 这个颜色我喜欢 这好吃 对吧 而且这个米饼有很多种口味 很脆 这一款是带肉松的 其它是不带肉松的 就它香米味很重 好酷好酷 嗯 你分 肉松爱好者 脆脆口味爱好者 千万不要错过 我觉得这种很好吃 今天最后一个要品尝的零食 就是这个 芝莉黑巧克力味炸心卷饼干 它的单价是10块钱一盒 这个是 硬 口水 我太想吃了知道吗 我心里面 就边介绍边想 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就口水一下没有包住 这个我估计应该是我会喜欢的味道 我感受一下 这个巧克力蛋卷谁不爱呢 啊 里面还是这种独立包装的 这看上去好不错 我喜欢它的包装 来 一人一根 它很沉 它会不会实心的呀 就是实心的 这个牛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巧克力卷真实心的 哇塞 真的是 你口一下就感觉是吃巧克力挂了一盆 这个卷 好脆哦 它这里面没有那种带可可纸 它就是可可粉 哇 这个太好吃了 哎 它里面这个巧克力崩到嘴巴就哗了 对 它的甜度就是正常的 正常水平 就不会腻 因为它就毕竟还是黑草的味道嘛 这太好吃了 哇这太好吃了 我宣布了 这款我永远回够 这款太好吃了 5分 我吹爆 这个印度尼西亚的产品 不可能找我打广告 对吧 虽然没有找我打广告 但是我吹爆 太好吃了 芝力的夹生鸡饼干脆 太好吃了 我爱 我吹爆 只能吹爆一个 那我还是比较喜欢 这个真的很好吃 就是不容易采梅 反正就是每个味道应该都比较不错 今天晚上这么多好吃的零食 我和芋头都帮大家一一尝过啦 有没有哪一款是你的菜呢 再次感谢给我们种草的朋友们 如果没有你们的案例 你居然不知道 还有这么好吃的巧克力卷 好吗 今天呢我们所试吃的所有零食 均价都在十多块钱左右 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居家图货 也非常适合大家买点 在寝室 在办公室 分享给自己身边的朋友们吃 或者自己吃 大家还有没有私藏的零食推荐呢 评论弹幕告诉我们吧 希望还有第二期 这种临时盛宴我们太喜欢了 多多来多多来啊 欢迎欢迎欢迎 好了我是你们小星星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